有有有有 所以你發現軟的 上面怎麼好像有一個 蓋子的感覺 那有可能就是春相 年夜署4月27號 在觸口自然教育中心 舉辦假蟲王者活動 捕捉昆蟲之外 還將荔枝春相 轉化成創意料理 荔枝春相 砸得滋滋作響 還拿九層塔來拌香 這可不符合食藥署的規定 衛生局接獲檢舉 派員現場關切 原來依照食藥署的規定 國內目前只有三種昆蟲可食用 包括蜂蛹 蠶蛹 以及擰黑多次蚁 林業署原本規劃 將荔枝春相轉化成創意料理 帶領學員了解如何利用 昆蟲生長繁殖快速的特性 緩解人口膨脹與氣候變遷 造成的糧食生產危機 從移除昆蟲 然後怎麼去處理 到最後使用整個過程 能夠讓學員能夠了解 荔枝春相錄菜 這樣發想的一個課程 未來進行這些課程操作的時候 我們會來調整相關的課程的內容 活動也邀請學員 製作蜂擁鬆餅 林業署利益良善 把食童文化與環境教育融入其中 但以不列入使用範圍的荔枝春相 作為示範對象 恐怕不適當 林業署表示未來會加以改進 TVBS新聞紀建亨嘉義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